大家好,我是Dina 我们这次的Car Review呢 给大家介绍的是 2013年新款的Volkswagen CC 这款车它的起步价是37,000而已 而且它里面的feature和它的外形 都有很大的变化 而且非常的好看 现在就跟Dina一起来看一下它的结构吧 可以看到的是我们现在前灯下面 已经多加了一排很好看的LED日间行车灯 然后雾灯的形状也根据它扁平的深线 而改成了横长条形 而且你看现在这边五幅的Chrome的进气口 也非常的帅气 可以看到它的尾灯 它尾灯这边改的都是一条一条的线状的 在你行车的时候你踩brake的时候 它的灯闪起来是非常好看的 然后我们可以现在来看一下它的尾箱空间 可以看到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深 可以一直到横里面 然后这边你们可以看到有两个按钮 这个呢就是你提示 比如说你要买东西 然后放进车厢的时候 你不需要一直走到前面 把前面的座椅放到 你可以直接拉这边 它这边的座椅就会直接放下 拉这边的时候 这边就可以让你把行李直接往前推到整个的 整个后备箱以及后座上 而且你看尾部的Volkswagen 它logo里面藏着的是倒车camera 在你趴到reverse档的时候 它的camera就会弹出来 然后给你显示整个趴车的需要的空间 整体车的内饰方面非常简洁 哑观大方 同时你看这边有一个时音钟 看上去就非常的高贵 下面呢下面是它的液晶显示屏 可以看到这边有media media这边有media in audio 还有sd卡和cd 这边可以放cd 这边可以插sd卡 那这边的media in 是可以看到这边打开来 你可以在这边插一下你的ipod 就是所谓的ipod connectivity 好 虽然有一些远了 但是这是Volkswagen家族的统一设计来的 然后说完了media以后 这边的form 其实你connect到了用蓝牙 connect到你的手机以后呢 按这边pattern 就是很容易就可以拨你想拨的号码 然后打出去 你可以查看你的call list 或者是extra 东西 非常方便的touchscreen 然后这边你也可以选择你要听的radio fm am之类的 然后大家可以再往下看 一直往下看 看到这边是它的六速dual clutch的gsgsg 好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打到R档 reverse档的时候 就可以在屏幕上看到后面的倒车camera的图像了 然后它一般来说是会有两种颜色的图像 线一个是黄色的一个是绿色的 绿色的就是说你的车会去到的地方 而黄色线就是告诉你转向时候你将会去到的地方 这就是它的back camera 然后你可以看到车门的窗玻璃的话 如果你开门的时候它的玻璃会自动摇下来一些 等你关时门的时候它又会自动摇上去 非常人性化的设计 可以看到Volkswagen CC 2013年它用的引擎是2.0L 4-cylinder的turbo 然后这个引擎同时也运用在了奥迪A3,A4和A5的车身上 同时它的TSI科技可以有效的就减少像奥迪经常有的烧机油问题 刚刚开的时候呢 它的加速也非常OK 而且非常smooth 然后它身也很安静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我是非常喜欢的 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call review的话 一定要记得subscribe我们的youtubechannel follow us on facebook和我们的website 我们website地址是www.instamac.ca 我是Dina 谢谢大家关注instamac scene 大家拜拜